-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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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們雖然上半場落後兩球 但是下半場有更正了上半場的進攻模式 讓他們有更多的射門機會 甚至到快結束八十分鐘的時候 甚至有激進那很漂亮的一球 我覺得他們是有在進步變得越來越好的 然後我就看半場 下半場的時候約旦隊有一顆從左邊的四十五度十八碼左右的地方 那個潘文傑吧 把他直接跳出來守住那顆 如果他沒有跳起來根本就直接進球那顆 真的守得非常漂亮 其實我們自己的進攻慢慢的 我們有在四個場所從組織起來 組織從兩邊掉的去進攻 而且我們中間的人拿球的實力已經有越來越好 所以變得更有機會進攻到前方去 其實我們越來越敢跟人家去拼搶 我們拼搶的速度跟實力越來越好 以前的拼搶實力 有時候每次衝上去搶結果沒搶到球 現在是我們衝上去搶 基本上四十球也可以斷個六七球 都可以把它斷下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拼搶上面 我們進步了非常的多 我希望是每個球員 其實除了紛擾之外 我們還是可以盡量的盡全力的 為了國家一起去比賽 叫中華隊 希望中華隊加油 台灣 拿分球 谢谢观看